俄军在乌冬火力升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过去24小时挡下超过百次的俄军进攻 泽伦斯说盾内刺客的战斗仍然激烈并没有减弱 而俄罗斯国防部最新表示 成功摧毁乌克兰与外国武器运输线 目前已经控制盾内刺客西北要塞村庄 那么美国智库也分析 从赫尔松撤出的俄军部队转向乌冬顿巴斯 不过目前逐渐改采防御策略 战况逐渐放缓 与恶劣的天后有关 法新社也报道 白宫再度重申没有对基辅施压 能决定乌俄谈判的只有泽伦斯基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